酿成上千人身亡 而这画面不禁让人联想到 1970到1990年代 黎巴嫩陷入了内战危机 市区满目疮痍的景象 而贝鲁特这座蛊虫 在历史上曾经是七度被摧毁 又七度重建 被称为是最坚强首都 法国总统马克宏一现身 马上被团团包围 受到贝鲁特民众热烈欢迎 相较于马克宏受到民众爱戴 黎巴嫩司法部长惨遭民众唾弃 甚至有人朝他扔水平 两人待遇形成强烈对比 民众会如此喜爱马克宏 就是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接管黎巴嫩 让黎巴嫩成为中东最西化 最自由开放的国家 贝鲁特甚至有中东小巴黎美誉之称 不过贝鲁特可不是一直 如此平静美丽 有传记指出 贝鲁特历史上 曾经七度被摧毁 七度被重建 因此被预作 预火重生的火凤凰 还有最坚强首都的封号 1943年独立后 黎巴嫩有多达18个宗教派系 经常发生冲突 导致首都满目疮痍 而在1970到1990年代 黎巴嫩更深陷内战危机 贝鲁特最近一次发生重大回损 就是2015年 IS发动的自杀炸弹攻击 当时酿成43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如今又因为2750吨的硝酸鞍 引发大爆炸 酿成超过百人死亡 千人受伤的灾情 贝鲁特又落入 毁灭重生的命运循环 网络上甚至流传假影片 爆炸疑似因为飞弹引起的 不过由于原先影片并没有飞弹 CNN记者认为有人加工 披上飞弹想制造阴谋论 他表示当下没有看到飞弹 而这段变造影片 也因为不实讯息遭到移除 记者孙玲铃报道